女生记录80下 男生记录652下 猜猜看 他们手上把玩的是什么东西呢 一 二 三 慢一点 慢一点 不要为了急 不要那么急 急着结婚 有猜到了吗 他们正在边坐边玩 手工面线呢 我们希望你来玩 自己做出那种Q镜 自己做出那种弹性 就不用我跟你说 手工面线有多好 手工的面有多好 你自己做出来之后 知道弹性Q镜之后 你会认同手座 你认同手座之后 见解就是认同我们 先生 太太 情侣嘛 请你要小心哦 来这边拉面线断掉 就不用结婚了 直接分手 在高雄市政府推广的 暖冬游高雄路线中 民众来到了燕朝区 潘顺龙和潘建忠父子 手工面线 体验了传统 手工制作面线的辛苦 与乐趣 不用怕 这个可以拉到八公尺长 你们两个拉都没有断的话 你们两个可以靠去看看 来 一 二 等一下我帮你处 一 二 甩 等一下 我在教你节奏啦 民众也不是只有单纯的 拉面线 在拉之前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那么粗 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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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像头发一样细 知不知道 所以面线是从 锁面 然后变粗乌 然后变细乌 然后变成粗面线 拉一拉 变粗面线 然后再变成细面线 希望我们产量能够减少也没关系 但是我们希望你来玩玩看 做做看 感受一下那种手做的感动 觉得寓教娱乐吧 从来不知道做面线这么辛苦 因为平时大家不知道这些地方 然后要过来可能有些困难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做的蛮不错的 手工面线到底有多好吃呢 我们实际到采用手工面线的面店 来走一趟 大量生产跟你有限量人工下去做 就是一定会有差别 但是你吃下去 像我们很多客人就是吃了这个面线之后 他们也会去潘老板那边买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吃了这个面线之后就上瘾了 就是你吃到好的东西之后 你再叫你回来吃比较 比较平常的东西 你就会觉得说口味不渴这样 因为一般外面 比较少看到送面线会拿来炒 韩大哥的手工面线 加上韩老板的独门做法 用蛋和蒜头一起拌炒 不油不腻 还带着一股蒜香味 当然还有Q台完整的面线 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因为手工面线它的弹性 它煮不会像那个 拌面线那么快烂掉 然后它煮起来之后 它会有一定的口感 一吃就上瘾了这样 真的好吃 这边入口即化 它的面线好吃 Q 谁知盘中孙 历历皆辛苦 手工面线也是一样的 陷入法司的面线 总共要经过十一道手续 才能开始包装 手工面线的第三代传人 盘建中 它将这些传统 制作手工面线的做法整理 归类出搓 揉 捏 挤 压 拉 甩 扯 弹等工法 目前是面上所翻卖的面线 有许多 在制作上 都是照着它的归类和做法 制作面线时还要不停地醒面 让面线保持最佳状态 醒的话会变软 面会变软 什么叫变软 拿起来能够这样子就是变软了 如果硬邦邦的甩两三下它就断掉了 发的话会变膨 什么叫变膨 放在外面三个小时之后整个都膨胀起来 他们喜欢吃手工的 但是去外面买每一家都说是手工的 他们每一家都去试这个口感都不尽如所欲 所以他们在买手工面线的时候都非常的 求证在求证 能够到现场看的 几乎都跑到现场来看 他就是非要看到你在那边拉面线 他才肯买就对了 一直的旋转 这样子绳子才会够坚韧 这个也是一样的意思 潘大哥一出生 家里就在做面线 随着年纪增长 他意识到手工面线 几乎快要被极其制作的面线取代 但同时他也看到了手工面线的独特性 退伍后他立下决心接手家中事业 他说他不懂什么叫做传承 他只知道他要继续做下去 因为他相信只要坚持下去 做手工面线也会有成功的一天 手工面线的制作实在太耗体力 潘大哥说现代人讲求名利与头衔 年轻人不可能每天花十几个小时 学习制作手工面线 所以他们也不请员工了 潘大哥的妹妹是家中最晚投入面线实验 负责如雪花一般飞来的订单 现在一家人同心协力 要让更多人知道手工面线的好 如果吃下去的话 基本上几十年都跑不掉 包括吃到杰文生小孩都还在吃 潘大哥低着头 弯着腰 把面线高高举起像是静天一样 再用力使出全身的力量将面线拉开 要拉到八公尺才算完成 整齐的面线在微风中轻轻摇摆着 等待阳光赋予他们全新的生命 这面线里头不是只有面粉和盐水 还有潘大哥的用心 还有潘老师傅对儿子的期待